6月7日,记者同事指挥部获悉,近南区巴厘台镇局部地面沉降原因调查工作取得初步进展,记者就社会关注的地面沉降诱因,采访了专家组有关专家,记者称,巴厘台镇局部地面沉降现象发生的比较突然,连日来,联合研究团队一直在现场开展专业监测,密切分析研判,指导处置工作,请您介绍这次事件原因是什么。 专家表示,这种情况非常罕见,根据目前掌握的各种资料,我们初步判断,这次事件属于突发地质灾害,客观原因是深布地质构造比较复杂,根据国家科研机构通过多种先进手段探测,推断1300米深度以下一次存在地质碰枪,这种地质构造不是常规的勘察手段能够探测到的,不排除地热情打井施工触及了深层地质构造, 从而导致涉事地区浅层水土流失,出现地面沉降等现象。 此前报道,6月1日,天津市京南区人民正部通报,5月31日18时20分,发现我区巴里台镇巴里台动物部分路面隆起开裂, 立桂园凤景庭院局部草坪路面开裂,部分地下停车场出现墙体裂痕渗水。 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,连夜队相关楼洞居民做了妥善安置。 目前,相关专家正对受损路面和建筑进行勘探检测。 我觉得这个通报跟没说差不多,他说就是地下空了, 然后呢,你这个水土一流失,或者里面是沙层一流失,地面就这样子,就冻了。 这个没说一样吗? 不排除是那个热水井导致的,成为一个无头悬案。 大概率的是业主们找不到枯主。